又被东勇怪哥治愈了 全国唯一的季节性网红 东勇怪哥当初的一句奥利给 让他成为了拥有400万粉丝账号的大网红 可是这样一个鼓励了千万普通人的他 却依旧过着一贫如洗家徒私逼的生活 很多网友说 东勇怪哥不像网红该有的样子 如他的网民一样 他的确更像一个怪人 41码的脚却穿着45码的鞋 40岁未娶妻独自一人 日复一日的照顾着智利不健全的弟弟和瘫痪的父亲 为了维持生计他下过工地捡过垃圾 但是发布的上千条作品里却没有一条广告 一个推广 几乎每天凌晨五点多直播 没有PK没有带货 更没有炒作和剧本 唯一一次打开直播打赏 是为了给父亲交医药费 他说我收了你们的钱救命 就不能再收你们的钱发财了 可在这之前他当过十年教师 期间还发挥特长 说贯口打快板 做主持做私仪 甚至还当上了区医协会的会员 很多网友一度疑惑 他是否是真正的人类 他并不傻 却没有人类身上的贪念和欲望 他似乎过于完美 有人说他圣人度节 也有人说他人生开悟 东勇怪歌本名黄春生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有人在等他塌房 而他却在等冬天